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犹大书第二天 犹大书十七至二十五节 要坚持忍耐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 他们曾对你们说过 末世必有好计较的人 谁从自己不尽前的私欲而行 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 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有些人存疑心 你们要怜悯他们 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 搭救他们 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 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 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 叫你们无瑕无痴 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 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 愿荣耀威严能力全柄 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 从万古以前并现今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经文开始就指出 将近世界末日的一段日子 一定有喜欢嘲讽信仰真道的人 他们喜欢随从自己不尽钱的私欲而行 自己不尽钱的私欲 一直不顾神在人里外所定的行为与道德规范 而以满足自己肉体的欲望为追求的目标 自己不尽钱的私欲 乃是一个人被盗的主要因素 正常的基督徒引人归向基督 极端和异端的基督徒 引人归向他们自己 造成教会弟兄姐妹间的分裂 由主生命的基督徒 要在正确的信仰根基上 继续往上建造 不容易一端道理把我们的信仰拆毁了 要在圣灵里祷告 一直祷告要经过圣灵的引导 光照 洁净 与圣灵合作 我们所借以得救的信仰真道 以及帮助我们用祷告来对抗一端的那灵 都是圣的 都是属于神的 我们要知道 要仇敌的轨迹 一是叫我们对信仰有所怀疑 二是叫我们靠自己 唯有在至圣的真道上建造自己 才能信心坚固 不会摇动 在圣灵里祷告 才能祈求神的手 对付敌人的攻击 保守自己 常在神的爱中 就是充满爱心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就是持定盼望 一个不成熟信徒的特点 就是自以为能分辨一切是非 对于引导他们的人 具有叛逆的态度 所以不能用责备的方式 来阻止他们接近异端假教师 而应当同情且忍耐地对待他们 我们在帮助别人时 首先应当确保自己的安全无余 千万不可糊里糊涂一头栽进去 连自己也陪上去了 我们对罪人和罪行 要分别清楚 爱罪人 却不可爱他们的罪行 同情罪人 却不可包容他们的罪行 我们应尽力保守自己 又应帮助保守别人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 主啊 谢谢你的话 你说 叫你们无暇无私 你必定能把我们建造到完全的地步 因为出于你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没有一句落空 导读神的话 有大书二十至二十一节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阿们 主啊 是的 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帮助我们可以每天分别时间来亲近你 常常读经 默想你的话语 我们要将你的话深藏在心里 免得我们得罪你 阿们 主啊 是的 我们要把你的话深藏在心里 免得我们得罪你 主啊 让你的话在我们的里面 是可以生根发芽的 主啊 让你的话能够可以常常在我们的里面 激励我们 阿们 主啊 是的 你的话语 就是生命的梁 是我们脚前的灯 是路上的光 我们愿意把你的话语 当作食物吃了 来滋养我们的生命 阿们 主啊 我们要把你的话语 当作食物吃了 来滋养我们的生命 我们也要在圣灵里祷告 恳求圣灵来引导我们 教导我们如何祷告 让我们的祷告 能够更多的贴近你的心 阿们 愿圣灵帮助我们 在祷告中 转化我们的心思意念 懂得按着主的旨意来求 阿们 主啊 是的 让我们能够可以在祷告当中 与你连结 能够可以认得你的旨意 阿们 主啊 也帮助我们能够可以保守自己 藏在神的爱中 主啊 我们能够可以在至圣的真道 造就自己 让我们常常寻求 你是恩的宝座 主啊 经历知道 你的怜悯 是在我们的身上 有发功效的 阿们 主啊 是的 你是见察万事的神 圣灵也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来为我们祷告 求主也保守我们 藏在你的爱中 主因为住在你的爱里 就是住在神的里面 阿们 主啊 是的 我们要保守自己 藏在你的爱中 仰望主的怜悯 直到永生 主啊 因为我们若是离了你 什么也不能做 我们要常活在主爱中 靠主刚强 持守真道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